大家好,我是學良 今年是Titoni梅花表創場100週年 為了迎接這值得紀念的重要時刻 總裁Daniel Sloop本人親自來台參與新表發表會 帶來搭載全新T10自製機新的LINE1919系列萬表 3,2,1,Cheers! Happy Birthday to Titoni! 哇! 生日快樂! 我們要看向下一個100年下一個精彩的世界 應邀出席的還有最近在我們與二的距離中 單剛演出的溫生豪 他本人也是梅花表的愛好者 一起回顧梅花自1919年創場至今的百年歷史 梅花全新發表的1919系列萬表 以品牌創立年份為名 紀念的意義不言可喻 最難得的是梅花並沒有高調舉辦各種浮誇的慶祝活動 而是花了5年的時間 研發全新T10自製機新 回饋一路走來支持品牌的表友 務實的做法 非常符合品牌一貫以來的精神 就是買得起的高品質 這款T10自製機新有三大特色 大直徑、薄型化、長動力 它的機心直徑29.3毫米 厚度是4.1毫米 和ETA2824或SETA SW200的25.6毫米厚4.6毫米相比 它的直徑大了3.7毫米 厚度更薄0.5毫米 符合現今大表鏡、薄型化的風潮 動力儲存達68-75個小時 大約三天的動力 比ETA2824的38小時高出了將近兩倍 而且正頻同樣維持在每小時28800 並沒有因為延長動力而降低了機心的正頻 另外它的紅寶石軸成32顆 比ETA2824的25顆多出7顆 日益的部分加大10% 更容易閱讀 精巧的四分之三甲板 單向自動上鏈 陶瓷滾珠軸成 KIF系統的避震器 複合材質油絲 以入門價位的機心來講 都是足以傲視當今表彈的高規格表現 樓空自動盤經過鍍晶處理 質感一流 同時也能更容易地欣賞到機心的細節 為了凸顯這款百年一億余的T10自製機心 棉花表特別推出LINE1919系列萬表 它的直徑40毫米和同尺寸的萬表相比 最明顯的特色就是透明視窗的底蓋開得更大 因為它的機心夠大 在機心和錶殼之間沒有任何多餘的空間 不像一般的小機心還要填路支架來灌水 那大面積的透背機心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也是這款T10機心最迷人的地方之一 全新LINE1919系列共推出五種版本 包括銀白、碳灰、海軍藍三種面盤 搭配皮錶帶或不鏽鋼鏈帶 提供了多樣化的風格選擇 簡潔的面盤經過放色狀髮絲紋的處理 質感相當高雅 指針和12枚石標都經過了鑽石切割和拋光 除了12點鐘位置的品牌logo之外 6點鐘方向還特別打上鮮細優美的LINE1919字樣 尤其是紅色的1919字體 更有畫龍點睛的效果 皮帶款建議售價台幣58,200 鏈帶版59,800 作為梅花表100週年紀念 不只是品牌的重要里程碑 也是梅花表送給表迷們的最佳獻禮